大家好,我是郑匡,欢迎收看郑匡每天三分钟激励你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演讲时候的所谓心态还有技巧 我前一阵子在辅导一个学生的时候,我发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他跟我讲话讲到一半的时候,那是他第一次,他是我终身课程的学员 他第一次在跟我用视讯聊天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 老师,我的问题呢,其实很多就是我可能上台就不太有自信 各位注意啊,他在跟我讲话的时候啊,每大概讲两到三句 就会清一下喉咙,好,当我跟他聊完的时候,准备结束的时候 我跟他说,我说这位同学啊,你要稍微注意一下啊 你呢,讲话的时候有这个,的这个问题 那么我不晓得你是因为自己生理,真的是生病了 可能喉咙感冒了不舒服,那你一定要去看医生 可是呢,我担心的是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啊,其实你可能心里是因为过于紧张、害怕、担心 所以呢,你在跟我讲话,以及在上台的时候 你会不自觉的发出像这样的声音 好像是要亲喉咙 但实际上你是想要去掩饰你自己的紧张 以及不自信 所以你一定要想清楚 到底是前者还是后者 如果是前者很简单,去看医生 如果是后者的话,你要在心里有意识到你会想要做这件事情 但是刻意的不去做 然后呢,像我这样子拿起一个手机来 再把自己拍下来 你在不断的练习公众的演讲啊 上台之前都做练习 想办法把你这种想要借由亲喉咙来掩饰自己的不自信 的这个坏习惯给改掉 各位,说也神奇哦 再隔了一个礼拜 他在跟我面谈的时候 在跟我视讯 在咨询的时候 这个问题完全没有了 因为他说,老师,你说的对 我后来呢,仔细想一想之后发现 我真的是想要用亲喉咙来掩饰自己的不自信 谢谢你,老师,让我改掉了这个坏习惯 于是各位,只要你有心 在遇到一个好老师 你一定可以成为台上演讲的高手 所以如果对我们的课程有兴趣 欢迎加入我们的终身课程